這星期香港都多時之臭,政治方面我們看不到出路,這是一定的了 但是你看到特區政府,即使是立法會,會期在這個星期都結束 現在你還是四處去撲殺這些疑忌 至少你會看到民陣這樣計算 民陣要坐牢的人都坐了 現任的召集人、前任的召集人 全部都坐了牢的 不是說坐牢也好,都叫還押的 昨天警方根據社團條例 之前要民陣交資料 現在說要搜查民陣有關的機構 民陣來說,因為最後還未肯撤退 主要是社民聯 而事實上,最後就是最末代召集人 不算臨時的那個 那個陳浩媛已經在坐牢了 就搜他的住址 搜社民聯的地址 也搜副召集人 他們的地址 主要就是搜查陳梓杰和陳浩媛的住址 然後你看到今天也不是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就是星期四 就是昨天 這個警方都大浪風了 又叫記者去拍 最後什麼都搜不到 而事實上呢 你現在搜查什麼呢 也沒有人被拘捕 不知道搞來幹什麼 事實上這件事 如果你說之前來講 陳浩媛在年頭的時候 都沒有說不合作 是吧 只不過你說給一個禮拜的時間 人家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人家一個月都不夠的時間 要叫陳浩媛一個25歲的年輕人 哇 找了這個民陣 15年來舉行活動的地點 和日子 那些明細 所有東西 大佬 哪裡來啊 保持這麼久的資料 是吧 他就說這些資料 警方都有了 根本 就是 都有了 有什麼收入來源開支 那些什麼 然後呢 就說他不合作 現在又在搜別人的房子 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這些是很無謂的事情 除此之外 行政會議 不知道是不是有空成這樣 其實香港現在很多事情搞的 應該是 然後你看到這個星期的行政會議 上個星期林鄭公園街之後 快快又開會了 是吧 一個星期不夠的時間就復工了 那馬上投降要務 就除了說 在收緊現在的防疫政策之外 還要把這個已經是 已經退出了 已經不搞 散當的資聯會 還要閹多一下 是吧 就要求公司註冊署 就說要取消他的公司註冊 這樣 你做完這些事情就迷惘了 其實說真的 現在支聯會有什麼人在呢 你說最危險的 那個叫周幸彤 都已經是被你還押了 是呀 是呀 自己又解散了 什麼都做了 做完這些事情 有姿勢又沒有實際 其實現在你看到整個特區政府 就是這樣的 是吧 做些事情是犯政治化 做事也是這樣 說話也是這樣 就是上個星期 你看到海關關長 新任海關關長 我們都講過的 何佩珊 什麼東西呢 龍蝦對國家安全 打擊走私就打擊走私 幹嘛找國家安全來過招 最好笑的是 他現在來解話 也是那一套 你自己明明說了 要配合國家 對澳洲的貿易制裁 這句話是他講的 現在就說大家曲解他的意思 是啊 他就說 因為食物安全 都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你這樣說的話 就不用說了 第一 你說過那句話 就當沒有說過 第二 如果你說食物安全 就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駕駛安全 就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道路安全 就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什麼就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任你說的 那不如取消所有道路的那些條例 駕駛條例 駕駛條例 其他安全條例 有國家安全條例 就什麼都包了 這些就是偷換概念 找東西來講 然後自己講錯話 又不肯認像 接著 最厲害就是這句 你們扭曲我的意思 抹黑 不能容忍 什麼事 現在 又沒有人逼你說 你自己講 說錯了 你道歉也沒有一句 現在我覺得 北京幫局 應該追究他的責任 大哥 你洩露國家機密 現在是 北京都沒有說貿易制裁澳洲 你現在對澳洲貿易抵制 現在澳洲政府已經要求解釋 澳洲政府已經要求解釋 我覺得接下來 應該追究這件事 追究到底 北京當局 應該考慮一下 這位官長 這位曾師奶 有沒有洩漏國家機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到了今時今日 這些官員 我上個星期也有說 你明明海關 明明是一個執法部門 過往 就不應該就政治問題表態 你沒有執法就是執法 現在不是 第一次見記者跳出來表忠 還要說這些鬼話 我覺得兩夫妻偉大 一擔五擔 做這些事情 然後被人刺爆 說錯了 你不承認 還要屈人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現在的官員摘聲 全部都是聲這些人 這些全部都十分窩囊 以為政治很警覺 實際上全部都是拆鞋子 然後你升上去 我都在想 究竟政府的公務員 看到這樣的日子 會不會服氣 例如最簡單 你現在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升了民建聯那個人 上去做副局長 我想政府公務員裏面 那班人對於這個人 會不會服氣 他們連區議會也會輸 我覺得現在政府的團隊 一陷就不如一陷 越來越窩囊 還損壞這些 擦鞋子 開口看著你 擦到信心口的人 這些人就做頭 我覺得這樣下去 政府的公共行政的效能 領導社會的能力 是真的令人很擔心 也很懷疑 其實你可以不敢說 坦白說 只不過現在你講的東西 你又怕死 怕死取悅不到北京 什麼事情都要政治過硬 政治過硬是可以做的 不需要講出口的 你講出口就被人引以為滑邊 這些事情 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這麼注重國家安全 如果你要講話都要講包裝的 你要表演的 你去問一下華春瑩 你去拜會華春瑩 你去請教一下 如果你要做政治家 你要是口痕的 你是禁不了自己說的 你拜託你去學一下人 你學到一色一樣 幹部這樣 喂 他都有英模糊的地方 就有模糊的地方 英強硬的地方 就有強硬的地方 但是本身人家 原本是留白的地方 你都說出來 那就不能轉彎了 現在這麼多的國家 西方國家 一湧而上 在WTO投訴你 那些貿易 貿易上的政治化的問題 你經常都說 習大大經常都說 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去到複雜嚴峻的 你現在做一個添煩添亂 不應該你做的事情 你做完 說真的 你自己也是國安委員會的一部分 你這樣爆響口 你是不是洩露國家機密 一個洩露國家機密的關長 還配不配做關長 國安委 你要看看這些人 現在我們知道 國安委員會 除了中聯辦之外 現在紀錄部隊都在那裡 因為他們真的負責做事的 你想一下 如果他們在那裡說這些事情 平時開會的事情 都爆出來的話 大哥 你國家安全 你都要說機密 你這樣爆響口 你被人引以為說病 最後就是多得你不少 國家賣 我覺得國家安全沒得 到今天你看看官員的言論 執法情況 我覺得國家安全沒得機密 總之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放屁吃屎都是國家安全 總之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總之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總之掛你標準就沒有錯了 肯定這是第一點 第二 誰不信懶的 就說你違反國家安全 你看看鄧炳強出來說的就是這樣 每樣都說你違反國家安全 搞到現在海關關長 連龍蝦都說你國家安全 現在沒有什麼不關國家安全的事 總之這就是現在公開的秘密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 搞到國家安全的觀念 很好笑的 就是很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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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萬能貼 你本身 那時候說國家安全法 是想著拿來整治一小撮人的 現在國家安全 天天都在那裡濫獄 那變了就不是一小撮人的了 就是大部分人的了 是啊 我問你何關長 其實說真的你要說話 我覺得你都可以說得很技術性 很科學理性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要打擊國家安全的話 就是你打擊走私龍蝦 而保護國家安全的話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自己都會說的 現在海關的數據都看到的 龍蝦的進口 現在自從制裁了澳洲龍蝦之後 就是香港大增2000% 是啊 大增了2000% 如果你要追蹤的話 那你起碼海關 你是不是應該追蹤這些 大量入口澳洲的來源 然後去向 去哪裡呢 由那個供應鏈那裡追蹤呢 是不是 那就可以了 就是你自己可以做這些事情的 是不是 你現在在那裡說 怕死人家不知道 就在那裡教訓別人 不要看小國家安全 就是你想著 不要看小 走私龍蝦這些事情 又是關乎國家安全 就是你言下之意就是說 由小處見大 就是所有東西都牽涉到國家安全 是啊 那變成了什麼都政治化 包括那個 誰 這些就是鄧炳強的從而論 因為 澳洲龍蝦可能有菌 從而令到你肚子 從而令到人不能上班 從而令到政府官員受到損害 不能夠有限單當職務 從而就危害國家安全 那你不斷講上去 是吧 任你說而已 如果你說食物安全 就等於國家安全 那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說法 你用來做詭辯 你找一個詭辯 你找個好一點的詭辯方法 你現在明明說了 要配合中央貿易 你制裁澳洲 但你現在就說 我講的只是 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 就是等於國家安全 是國家的重一部分 這樣說的話 就真的很好笑 那你有什麼安全 不是國家安全 人生安全 食物安全 交通安全 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這樣說法 這些觀念 實際上令到國家安全的觀念 就是很好笑 很怡氣 搞到國家安全 很不尊嚴 很不尊重這個觀念 我覺得 我們以前覺得 講到國家安全 當然是很重大事件 現在不是 現在原來 食龍蝦 走私龍蝦 甚至其他更加 每一個和安全 總之安全兩個字 掛得上勾 都等於國家安全 都可以 那你就說下去 國家安全 這個立法的莊嚴性 這個慎重性 就拿來給別人做笑話 是 那好了 除了海關政治法之外 還有這個 我覺得現在是這些立法會議員 都在政治化 其他的執法部門 好像那些懲教署 那樣的 你想想 喂 梁美芬 一看到 喂 梁謙提 快要出獄了 哇 他現在真的怕死 做不切 他就說 喂 你問問鄧炳強 現在有沒有什麼好應對 他還有很強大的號召力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這樣都可以 是啊 喂 現在梁天琦得罪你什麼呢 啊 梁天琦啊 在獄中好地地 他有沒有找過你麻煩啊 他有沒有號召過你們搞運動啊 是不是 人家裡面坐牢 什麼都沒有做 已經被你運去CatA的了 已經當重犯那樣運了 一封信 公開信 都沒有寫出來 你現在就說 關注他出獄之後 是什麼去向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軟禁別人呢 現在 你是不是想施壓給 這個懲教署 叫他遲些出獄呢 就是 我覺得梁美芬還說自己是法律學 法律學者 是啊 他真的有這樣的觀念 就是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法治觀念 總之 這個人就是 現在被你政治標籤了 是搞事的了 坐完牢 你抓他坐牢 然後判了牢 這件事已經很有爭議了 是吧 擺明就是政治檢控 這件事 是吧 好了 你坐完了 正如你所說 那不如這樣吧 坐牢之後 放牢後 軟禁他 這個做法 我們委員長 總共有先例 是吧 總共有先例 現在一國一制 反正也是 照抄 找那些國安 香港的國安警察 天天躲在他門口 是吧 不讓人進去探望他 又不讓他出來 有什麼買我幫你買 所有信件 全部要看過了 周圍的人 全部要隔離 就是用這個方法 是不是真的想這樣 我覺得梁美芬這些人 唯恐天下不亂 已經是 犯政治化的檢控了一個人 你現在還要 意味著 你出了牢也好 你繼續政治迫害他 台詞這麼簡單 是吧 我覺得這個言論 竟然出現立法委員 立法會議員之口 還要立法會說 這些對立法會 就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大家從而就知道 現在這個立法會 是一個什麼性質的議會 就是現在這群建制派 每個人都跳出來 表演這些中字母 還以為自己很有先見之名 真是好笑 現在今時今日的立法會 立法會之蒙羞 不是說你是不是被人說你是一言堂 什麼橡皮圖章舉手機器 不只是這麼簡單 現在你做橡皮圖章舉手機器 這個以前我們都不是沒試過 你說在香港的歷史以來 你說港殖民地時代以來 甚至乎你講立法會的主席 都由這個港督兼任了 是啊是啊 有一個這樣的時代 很多人都是官首啊 非官首都是委任的 你說橡皮圖章不是沒試過 你梁芬妍呢 你現在在這個臨別秋波 整個立法會就快結束 現在這個結束 這個會期就結束 他就說這些說話 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 你又不是舉手機器啊 但是我現在看梁美芬這些表現 你是比舉手機器 你是比橡皮圖章 你是比立法會的位置 然後做政治報復 政治清算啊 是啊 問題就是好像梁天琦這些人 他現在不是說沒有得罪 還有他現在有些什麼 他是在街下囚 是吧 純粹因為他以前有過這樣的過去 然後你是不是對他中心監察 就想著是這樣的 你不是說 你現在所謂的懲教 懲教是什麼意思 懲教就是說社會上面做錯事 是吧 所以就說透過 你說剝奪了他的自由 要他懂得去更新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更新人士 你給不給他更新 你不是嗎 原來你放他出監之後 你就類似了他 然後就中心監察 這個就是跟大陸一樣的嘛 搞什麼兩制呢 何關掌也是這樣 現在這個立法會也是這樣 他現在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在消磨兩制 何關掌的概念很簡單 喂 如果你倒截龍蝦的話 是可以倒截龍蝦走私的話 是可以保護一國兩制 不是 保護國家安全 最好就不要有兩制了 最好就不要有獨立關稅區 喂 梁美芬這些說法 是吧 出了牢 都要給你特別對待的 是吧 喂 如果是這樣的 既然是樓下一樣的招呼待遇的話 那你還要兩制來做什麼呢 不要要兩制了 現在的問題 這幫官 和這幫建制派 現在那種作風 是典型文革作風來的 總之就 越左越好 越左越好 總之阿爺如果想這樣 我就去盡點 有些阿爺都沒有做我先做過 這些就是文革作風 總之就越左越能夠得到阿爺的青睞 他們現在這幫人鬥出位了 所以你看到 各位官長的拆鞋 梁美芬就是 皇帝未急 太監先急 你說得很對 梁天琦其實 如果你說最近這兩年 他們所謂的黑暴 梁天琦也沒有份 他在坐牢 是嗎 梁天琦 你說得這麼有影響力 大家不要忘記 梁天琦當年 在這個新界東的補選裡面 他輸了 他輸給公民黨的對手 那是不是意思 他公民黨的對手更加可怕 如果這樣引伸下去的話 就個個都要監察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這幫這樣的建制派 就是不惜爛爛臉 不顧身世 不理自己背景 總之 就越左越好 層層交心 層層表忠 造成結果 就搞到政策 就越來越過份 如果今天你說得 龍蝦 食物安全 都是國家安全 真是說不是的 我剛才不是說笑的 說不是 他真是會說你 交通為例 泊車 都是違反國家安全的 他一樣可以說得通 現在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都不用說得通 他這樣說就可以了 說了就是了 他說你補選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也不會說的 他說你展示他的口號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向國家安全 他說支聯會的政綱 我剛才說了幾十年 什麼 結出一黨專政 就是意圖推翻這個現政權 這樣 這樣說法 這些擺明是 是冤獄 或者說 周恒彤 他都沒有叫人上去維園 他叫人 他繼續點立足 就等於這個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現在的問題就不用說邏輯 不用說道理 他們的人說就是 這樣搞下去的話 香港就是禁區處處 紅線處處 不用說了 造成的結果 可以想像 如果你對一個復刑 快來期滿的人 可以隨時在復刑期滿之前 要求懲教署長做些事情的話 那你真是無法無天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剛才我說 找些國安圍住他 軟禁他 這個可能都是比較溫和的 就是 是不是可以叫官長 叫政府 官長 或一個 懲教署長 出監製 他聲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最乾淨就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這些 這樣的說法 充滿了暗時性 還有那條界線 可以無限延伸 但是這班人 完全沒有法制和法治觀念 但是他們做了立法會 這個才是香港人最興奮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些人 竟然可以盤踞我們的立法會 令到立法會 鬼五馬六 你看看現在立法會快來會期到 那些開會的紀錄 和各方面的數據 立法會已經成為一個笑話了 根本不是立法會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令人氣憤的地方 最好笑的就是 你現在又說這一屆的立法會 很厲害了 是啊 厲害了 梁君彥又在這裏說 我們不要說我們一言同 也不要說我們是橡皮同章 事實上 今屆的財委會也好 整個立法會大會也好 批出的錢固然多 是不是破了紀錄 是啊 如果你說這個議案也是 在這個識別宴上 現在梁君彥就說自己感受很深 感受很深 就說這幾年以來 這五年以來 現在就是開始開魂霧 見到青天 看到青天 你左手來就右手就好 甚至說過就過了 不用諮詢的 但是呢 同時間呢 你看到這個建制派他們自己 自己自我感覺良好之餘 現在你說識別宴嘛 就是這個最後的會期識別宴嘛 迎接二十二月的立法會選舉 那識別宴的時候 有人就開口看著你 那這些不是說沒有經驗的人 是特首的林鄭月娥 那他人家又送一張東西給他 是吧 就是別人 比如你說見到李慧琼 又送一張紅和卡給他 又祝你早日康復 是吧 好像跨欄那樣大步爛過 但是呢 就是你現在就看到很有趣 他自己又在那裡開口 按上來就在那裡說 就是這個 回顧2019年 那個反修例風波 當時很大壓力 身邊很多同事啊 認為他做錯啊 其中一個包括陳志思啊 陳志思 是現在這個 行政會議的召集人啊 那時候說嘛 他知道他自己做錯的 他正在反省的 記不記得教授 叫大家給他一個機會嘛 我記得 但是叫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林鄭月娥嘛 叫大家給他一個機會啊 那才有之後 後來呢 那個叫社區對話嘛 那個社區對話 就是搞了一次這麼大把 是啊 那就是做了一場大龍鳳的事情 那現在呢 他就說 當時很多人很大壓力啊 很多同事啊 認為他做錯啊 幸好自己堅挺啊 幸好自己夠堅定的挺過去啊 又在那裡說 很多建制派都認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 是啊 應該去警隊道歉啊 你想想 那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如果你說說 獨立調查委員會來講呢 在建制派 比較其次說明說過的 就是田北辰 那田北辰呢 現在呢 就 當然第一個就彈起來啦 是啊是啊 那就是這樣說 喂 當年很多人都 都提出過獨立調查的 現在都成為愛國愛國的選委啦 你算怎樣啊 如果有一個人啊 最需要向全香港市民道歉啊 那個人都沒有道歉啊 其實就是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是道歉的 坦白說 但是道歉的時候 跟沒有道歉沒有分別的 哎呀 可能更壞一點 是啊 是啊 就是一邊道歉 一邊惡如淚啊 在那裡哭啊 又在那裡喝喝啊 又在那裡耿煙啊 但是就依言顧我的嘛 就是阿田北辰 那個人應該向全香港市民道歉 包括警隊 甚至中央 他都應該想想道歉 想一下這個風波 這個風波是怎樣搞出來的 啊 你去到今時今日 那時候借潘媽媽過橋 你有沒有向潘媽媽道歉啊 是啊 人家潘媽媽叫你出來啊 你那時候 又說喝一啊 又什麼僵煙啊 又收到潘媽媽四封信啊 幾封信啊 然後就在那裡訴諸於這個同情心啊 大家怎麼對得住潘媽媽呢 是吧 然後就要搞修禮啊 一堂這樣的事情 現在都還沒收貨 陳同佳住心山這樣就能夠結束嗎 這樣也可以嗎 是 一場這樣的鬧劇 到今天那些蘇州市都還沒抹走的 還在那裡說 就是什麼 哎呀 現在香港完全不同了 嘩 一天都光光了 就是還在那裡說這些事情 然後還有暗訓在那裡罵這些建制派 不僅止田北辰 還有屈永賢 屈永賢又撲出來 寫文章 寫了幾篇的了 是啊 沒有言之都應該這樣 就說林鄭一速攻打一個 就是打成一個建制派 就在那裡小學雞的程度呢 就令人炸舌啊 喂 大哥啊 你整個識別宴 是不是應該 其實他的說法 寫文應該是不是把那些鹽骨一一抹去啊 希望眾人珍惜最後日子 但你不是 最後日子都撩交喊 就是說真的 你講到最後來 你們個個都錯了 只有我對 是啊 現在的潛質是這樣 是啊 我覺得林鄭月娥說 現在爆了出來 明報那些爆了出來 當然他不知道會不會又說 你們不應該報導 內部談話 就像當年路透社那件事 那樣 跟著要立《新聞法》 可能是說了都不讓你報導 可能 那個談話內容真的很好笑 就是 講到要求獨立調查 建制派都應該向他道歉 這開箱而知反映到林鄭月娥的心態 就是當日 他要放陳志思出來 哭喪著面 說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有些不妥 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跟著他在一個商會的晚宴裡面 就承認說 一個特首做到這樣的話 就應該要辭職 這說話他也承認過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都回來了 現在你們要向我道歉 幸好我堅持 幸好我不忘初心 這種說話 你只要簡單做一個對比 你看到這段時間裡面 他對自己的判斷 對自己行為的判斷 都不斷轉變 沒事的 他現在有爺撐腰 加上現在這件事定了性 他就說什麼都可以 事實上當時的建制派 有部分確實都提出過 可能要獨立調查 田北辰是其中一個 當然田北辰現在的說話又不同了 他說他剛才提到 只是還警察一個公道 我心想 你這幫建制派 掩著良心來說話 田北辰這樣說 我都要罵他 老實說 你看看現在警察在做什麼 你還他什麼公道 有什麼公道還給他 剛才有一宗警長 冤枉了一歲的年輕人 帶燃燒彈 是不是 還公道 你這麼多單這些 你什麼時候還過市民一個公道 什麼時候被他冤枉的 那些假政公告不入 或告入了那些還公道 我覺得田北辰這個說法 也是抵鬧的 我不跟你計較 總之你現在 林鄭月娥 說回這個說話 那就是你適合了 全世界你最適合 這樣說的話 就是他過往的道歉 認錯 認低威 覺得特使要辭職 放人出來 求香港人給一個機會 繼續做下去 繼續服務香港 哭了幾次 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假的 就是當時 當時做戲 那你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特首 完全沒有標準的 我們共英國說 完全沒有正確的 完全因應著 現在你後面的大哥 是誰 來決定自己怎麼做事 老實說 是啊 你怎麼叫人服你 沒有人會服你 所以這件事 一個內部談話 立法會關門開吃飯 吃飯 然後第二天就爆出來了 那誰爆呢 當然有鬼 有鬼爆 那你可想而知 你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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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你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一個這樣的政府 你怎麼可以有效領導社會 由立法會議員 公務員 問責局長 特首 或者他那些預用KOL 說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 或者大家看電影就知道 那你這個政府怎麼做下去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特首又改選 立法會又改選 北京如果真的想香港得到善治的話 真的應該很想想想這個問題 這樣搞下去的話 沒得搞的 你一定要想想 要為現在這個局面 尋求一個出路才可以的 如果你以為 利用這幫人 去靠打壓去解決問題的話 這幫人越說話 越開口盡力 不會令到香港人反應 真的很簡單 就算 現在我跟他說 港澳辦交給你的那些工作 他也說什麼叫五個善於 其中一個最重要 你要善於處理現在發展中的麻煩 你不要說發展中的矛盾 怎樣去處理 我只是現在說 你那個建制派的內部的矛盾 不是處理 你自己帶頭 你自己走來 自己去挑起矛盾 你怎樣連任下去 再說 原來你哭那些東西 原來是歉於形勢 然後逼於形勢道歉 那你究竟 你什麼時候是真 什麼時候是假 一個這樣的人 你的肚子已經湊過屎坑了 還說再出法 又說經常說香港再出法 出什麼法 一個這樣的八婆再做下去 是吧 你再搞難就差不多了 就是我覺得他 他已經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威信 或者公信力 是足以讓他領導香港這個社會 就是他現在連建制派內部 他都擺不平 他現在的處境比梁振英還差 當時梁振英沒得選 就說他不夠票 是吧 就是給他處境也選不到 建制派內部 很多人都反對他 你想想現在林鄭月娥 他連屈永賢 華記 這些都公開唱他 華記這些已經近於近黑那邊 差不多了 大家知道是誰的狗 大家都知道 田北辰也知道 他在建制派內 都偶然說一兩句人話的人 整個光譜都不妥理 至於麥美娟以前 粗口罵你的也不要計 林鄭月娥這個人 你憑什麼去領導社會 如果連建制派內部 都沒有人理會你 你不要說公眾了 公眾給他的評分 持續只有三十多分 持續有七成人反對他做特首 那你怎麼令到社會呢 如果最多五年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很有趣的現象 有些人是很想他做下去的 反正都是 想香港死的人 反正都是 讓他做下去 看電影 有些人這樣想 很討厭他的人 也會這樣看 有些人去做 真的想攬炒人 是啊 你看看北京 如果連這一點都看不到的話 不要說了 我覺得這一點很清楚 因為你現在看到 零一不斷放風出來 很多黑馬 一時又說鄧炳強 一時又說李家超 一時又說陳茂波 現在最新的說法 又說陳馮富珍 是啊 大佬 現在你說 每個人 那個人緣都比林鄭好 你不要說現在 今時今日 你第一屆選的時候 那些人怎麼去捧你 你本身你以前 你昔日自己帶上來 你自己的頭馬 麥齊光 在上次特首選舉的時候 都跑過對面 都不撐你 你自己的陣營裡面 那個叫什麼 如黎清平 怎麼稱讚你 讚你讚到沒什麼好讚的 然後就說林鄭 林鄭熟雞 然後就說這個生肖熟雞的人 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你沒有好處 拿你的生肖來講 就是說他自己也想不到 這個人有什麼事處 人緣就差成這樣 劉乃強 死鬼劉乃強 之後就說 第二年就說 如果不是中聯辦 你林鄭你什麼也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 你能夠靠你自己的能力 去選上這個特首嗎 是啊 你搞完這五年之後 你還想連任 是吧 就是說 好心啦 有些自知之明啦 麻煩 那好了 教授 我們今天是神參謀 做個讚 是誰 用的 用的 招攬 對 楊